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心话 这回咱们又去了什么地方赶紧给分享一下说是吓坏了是吗 这次真有点害怕 这次是因为毕竟不像走第三季的时候带着武器 带着胖子 带着手都在 这回是连把刀都没有 也没有黄奈依 去了哪呢 哥伦比亚的黑帮 这黑帮是干嘛的呢 一开始我只是听说 不相信 这黑帮是负责肢解尸体 他们有两种杀胺的方法 一种是杀掉 把尸体留在哪 然后另一种是让这个人消失 然后他们就要把脸皮割下来 消失比较贵 然后剁碎 然后把身体的 譬如说胎记 质 纹身 用火烤 全都烧煤 然后把尸体剁成一块 这么专业啊 对 扔到各处 火化不就完了吗 没有这个设施 而且他们还要一定要把这个尸块散落出去 让人家能看到 也让人看到 但是又不能知道说这是谁 就达到了 提前也不留什么任何影像 照相 摄像什么的都不留 不留 没有 他们这是个行业 居然还让你们去看 那天反正真是 不怕你没说出来啊 你们是化妆成主顾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就是提前跟他联系 然后我们提前联系了好几拨黑帮 只有这拨黑帮啊 有被采访的这种欲望 为什么啊 他们是有宣传的需求是吗 我具体不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 他们就是希望 就是把我们干的这些坏事 说出去 他们只是这么一点点小希望 然后就同意 我们其实当时也很心虚啊 我们去了八个人 我留了三个人在市中心 因为之前刚采访过他们国防部长 然后跟他们军方有应的关系 如果我们一小时没回来 这三个人就找军方来救我们 找军方 找警察来救我们 你还很有策略 不是 跟他们打交道 这是多年斗争经验 心虚 真的很心虚 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枪 一般握枪咱们放在那个扳机环上 他们是放在扳机上 左轮手枪是直接 这样的 对 带枪模式是最危险的带枪模式 左轮手枪没保险吧 对 搂起来一碰就响 然后一进门 一进门什么 就是我一般进门习惯了 赶紧看下门后面 这回一看门 装门 握着搬机 拿了一把喷子 就是那个 现弹枪 把枪口锯了 很短 先那么呆着 看着我 那意思 你信不见 路在那上楼 就这样 不是 你还没跟张老师说 咱之前呢 说停车 他还跟我说 他说你别去了 这事太恐怖了 因为我觉得太恶心 他今天准备要孩子嘛 说真是肢解尸体 你就别看了 这些 就太恶心 然后我们俩这正商量的 说别去了 结果车门就让人拉开了 直接上来俩人拿着手电 就开始照车上 一只手拿手电 一只手在怀里摸着枪 放在兜里 对啊 然后他就说 得了 走吧 你自己留车 让我更不放心 是啊 然后上去之后 一黑上去老大 就这么待着 背儿酷 背儿阳气 就跟那电影里一样 前面 真的感觉就像 一个小沙巴袋 上面堆的都是钱 今天杀的人 做的活 收的钱 小弟们把钱都摆上 然后老大手里拿两把枪 给了他们老二一把 然后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 我能看到全场 我们那个摄影师啊 翻页什么的 看不到后面 其实看到后面 他们就瞎猜了 就谁也不敢 后面戴着摄影师 对啊 就是为了要把 拍下来 每个人都戴着枪 他允许你拍摄 允许我拍摄 但是他们每个人 都挡得非常严实 全蒙着脸 对 然后戴着帽子 然后嘴里面含个东西 然后声音就也变了 就是嘴里面含个乒乓球啊 或者澡啊 哇 那你们整个是拍纪录片啊 电影啊 就只是想了解 这个社会治安乱 咱们知道 哥伦比亚的社会治安乱 乱到什么程度 咱们不知道 然后跟他们聊 然后最后 就是我们片子里有些播了 有些没法播出来 后面知己屋里 知己的是警察 他就直接告你是警察 对 这就是一个 他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是接的活 其实这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可怕 最可怕的是 就旁边站的 所有孩子就很冷漠 就是你 因为你也看不到他们的表情 他们只露个眼睛在那里 然后就看着很小 就看着就岁数很小的样子 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他 我说问那个老大 我说小弟大概都什么年龄段 然后他特别自豪 随便指一个 他15岁 杀了6个人 杀了6个人 然后我们就 就是我那个惊讶 还没出来呢 老大说 他还年轻 他在这条路上还要走很远 感觉是这样 讲一句 真的跟他笑话似的 但是你到当时那个地方 你看他们待在那个地儿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一身寒毛都立的 然后生怕哪句话翻错 然后呢 其实这是很坏的一伙子人 那你又不能说他们坏 因为你教他们 他们说西班牙语 对 他们说西班牙语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还得表示 我理解这对应 来说就是个谋生手段 就是个工作 其实那天聊天压力特别大 聊了40多分钟 这40多分钟就是担心 谁一嘚瑟开了一枪 那我们就全无理 其实他们的工作很残酷 但是他跟贩毒好像 就是嚣张的这个部分 他参与贩毒吗 毒贩 杀手 然后这都是一伙人 一伙人 这都是一伙人 没有黑帮不贩毒 只是他是一个组成部分 他是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黑帮最可怕的是 他们用毒品控制小孩 十来岁的孩子 先让你吸毒 让你吸毒 来 过来 过来 然后你买不起 在哥伦比亚 毒品虽然很便宜 但一刻也有25块钱人民币 25块钱人民币 相当于他们 一个一周的生活费 然后也对他们来说 很贵 然后他让孩子吸毒 然后孩子去杀人 孩子杀人 就是即便被警察抓了 他也不会判重刑 因为他未成年 他们就在15、16岁之前 杀人的杀手 基本上都是15、16岁之前 所以用这个法律控装 全是用年轻人 对 用年轻人 法律控装 对 那个15岁的小孩 我问他 我说你第一次杀人 用刀用枪 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改锥 改锥磨得尖尖的 他说就用这个杀人 我说怎么杀呢 直接插到他的脑袋里 我说你看一下 特别可爱 就是你会觉得 15、16岁 对 现在还上初中了 他们那地方兑换200美元 比方说相当于 他一个人的工资 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 他们那的最低工资 标志是100多美金 但是实际上真的很穷 就是穷得特别穷 富得特别富 哥伦比亚 你看内战打了50多年 当年歌舞 这一下是50多年 这50多年就给老百姓 遭近的不善 然后其次毒品 毒品大家说 毒品生意肯定都赚钱 但赚钱的都是大毒贩 大毒销 然后正儿八经的 老百姓也挣不了钱 挣得很惨 就是制毒工厂的工人 一个月就150美金到200美金 制毒工厂的工人 然后烙一什么品 也烙一自己吸毒免费 然后他们也有问题 就是真的印第安人 他们种骨科 然后他们是来做药 就是做他们的骨科饮料 什么的 但是有哥伦比亚 很多人是拿骨科来做可卡因 所以就是 这个毒品是当地种植的 当地种的骨科 不是说从别的地方 泛过去的毒 最大的地方在瓦亚卡山谷 这哥伦比亚秘鲁 这瓦亚卡山谷 连通哥伦比亚和秘鲁 那不是就贩毒了 那是自己就开始生产 一条龙制毒 就是很多的毒品 高峰时期 全世界有75%的毒品 来自哥伦比亚 来自哥伦比亚的一个公司 然后这哥们叫 埃斯科瓦 一天可以赚6000万美金 一天赚6000万美金 他是曾经上过 福布斯排行榜的独秀 甚至想当选总统 那他这个国家就等于 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国家现在在想办法 毒贩 咱们说早期的哥伦比亚政府 毒贩为什么 毒贩挣了钱之后 他这些钱得 行贿 不是 他得洗出来 洗钱 洗钱把钱洗白 洗钱的成本很高 可能要到50% 然后就在那开了 一票的空壳公司 用这些空壳公司来洗钱 那洗钱50%干嘛 用来交税 还社会工业 这不这是税收 税收 是不是也给当地人建点路 修点学校什么的 然后建医院 对 所以哥伦比亚政府 把自己伪装一下 对 伪装一下 公益事业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后这不国际社会介入了吗 美国离着太近 这些毒品去哪了 全去美国了 美国基督局不干了 说这不是残害我们国民吗 然后就开始抓抓抓 杀杀杀给经费 包括现在也在拼命地给经费 对 每年都会 作为毒销 毒销在老百姓眼里 是罗宾逊的感觉 可是埃斯科瓦尔 当时到什么程度 就是给美家美国送钱太慢了 他会开着直升机 撒着一百万的现金 直接往下撒 在他毒品中一直去 直接撒 然后要求 我这个区域的孩子们 都要吸毒 吸了毒我才能控制他 他自己吸毒吗 他自己不吸毒 对 他自己不吸毒 但是这些孩子们都吸毒 然后受到控制 我们当时认识了一个 就是当年他的杀手 就是也是高层了 他在高层人员 对 杀过34个人 杀过30多个人 然后最后因为执行 没有执行 埃斯科瓦尔的命令 把埃斯科瓦尔派另一个杀手 把他老孩子全杀了 杀了之后告诉他 你再继续给我杀人去 然后他就跑了 然后现在也活下来了 不容易 他现在 我先说说他的财富 对 就钱多到什么程度 就在自己园子里到处埋 一千万美金算一堆 对 一千万一堆 一千万一堆 埋了多少堆呢 埋了有上千堆 就埋地上将来还能挖出来的 对 不是说就是人家 人家不怕坏了吗 坏了 他包好了 装在箱子里 然后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他死后 所有老百姓 包括哥伦比亚政府 政府也还 决定算是 这是真实性 挖宝藏 那这刚才你们介绍之前 我还在想呢 你们能采访到这帮黑帮 肯定是得给人点钱呀 你现在 你们给他点钱还不滚 黑帮不要钱 对呀 你这个还不能给钱呢 给钱的话 你一旦给了钱 你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那你们有钱 你们就干脆把命留在 要不把钱都给我 你知道你这么说 你说人家的钱 他们才真是不缺钱 就是那些人真是不缺钱 然后我觉得 但是他们也过不上 什么好日子 对 你就往那屋里一进 就能闻到那种 酸酸的可卡因的味道 特别臭 就是每个人都在吸毒 每个人都在吸毒 拿一个刀尖 往那个小搜导袋里装 这一刀尖就一刻 自己装着装着手 哆嗦 然后赶紧吸 自己就吸 吸完了之后 我们当然特别小心 它吸毒过量 手里有刀 然后看个周围 那有一枕头 实际上没有 那枕头把它捂住 就是我们当时 做各种预案 各种预案 然后最夸张的是 就是它吸毒 然后那屋子实在是太臭了 我就站在外面 然后它外面养了两只鹦鹉 那鹦鹉就在那叫 西班牙语说 对 我也听不懂 我就问我们那翻译 我说它说什么呢 我们那翻译都愣了 听了一会儿 说等会儿姐 你让我再听听听 听完跟我说 他说的是抽大麻 就是那个鹦鹉 他直接就拿西班牙语说抽大麻 抽大麻 说不定是给他抽的 我还以为那鹦鹉也抽呢 说不定也抽的 确实是让我不能理解 然后刚才说的那是一个家庭 爸爸是老板 对 儿子是杀手 家族式的 儿媳妇是纪律 然后全家在干嘛 贩毒 家族企业了 家族企业 特别有块钱 就过的是 让我难以想象的生活 而且是抓孩子 抓孩子你去给我做事 然后有些孩子 当时有三个孩子被杀了 有几个孩子是不愿意去参加黑帮 不想参加黑帮 然后最后孩子就被杀了 直接就被杀掉 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在这总结了一个 说在哥伦比亚做个好人 真的还挺 有些时候做好人 因为你一直需要付出代价 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大家好 我是吴欣蕴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接着聊一聊 有关于已弱至强的防身技巧 众所周知 颈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之一 汇集了气管 食道以及密密麻麻的神经和血管通路 所以经不起重击 出其不意的攻击器 颈部释放倒壮汗的好办法 我们来模拟一下实际情 好 好 我这样不应了 我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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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受到威胁时 可以举起双手 让对方保持克制冷静下来 这还是一个攻防兼备的动作 保护自己要害的同时 方便发动突袭 小腿颈骨以及吸窝处 也是比较脆弱的 攻其下盘很容易将它给放倒 当一个壮汉的腿部受创时 它即使想追也追不上你 这个动作不会给对方造成什么重伤害 但是对付那些酒鬼们 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不会承担什么法律风险 其实人体还有很多脆弱的部位 比如后脑 胃部 裆部等等 集中兵力攻其弱 是精简的兵法 也是防身格斗的黄金法则 我是军武新雷 以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使用的技巧 关心军事的人 一定要关注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有局座张昭中和各界大咖 谈笑风声 有著名军事评论员 每日点评最热新闻 还有特种兵吴星磊 上天下海 带你了解最专业的军事常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全即时报道 现在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 就能加入我们了 刚才您讲的那个 毒枭的杀手去采访了 都聊些啥呀 毒枭的杀手 我们当时 他现在做了一个好人 就是他已经受不了这种 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了 他人的内心受到潜伏 内心受到潜伏 那我说 你后悔你做的这些事吗 然后他说我不后悔 我把这些过错 归绝于毒枭 如果我不把这些过错 归绝于毒枭的话 我早就该自杀了 我没法在我的 道德体系下存活 他没法在他的教会活着 他早就应该自杀了 这是15岁就开始 15岁开始做 我们见到他的 现在得到 50岁 我一辈子的感觉 自己有七八个孩子 有七八个孙子 十来个孙子 然后有很多的老婆 所以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现在也没有人找他麻烦了 有 因为什么呢 就是他当时洗手了 虽然是金门洗手 然后逃到墨西哥了 从墨西哥又跑到壁路 然后等于 当时是因为太混乱了 然后没有找到他直接 参与作案的证据 但是他被整个南美的所有国家 包括美国是拒绝他入境的 每个国家都边控起来 就是你去这个国家可以 你得解释清楚你为什么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这么多孩子 因为他有生活在壁路 那个地方其实也有很多的毒品 我说你会允许孩子碰这些毒品 他说在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禁毒 就是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偶尔喝啤酒 沾这个蛋默 不许碰毒品 对 一个是吸毒 一个是买卖毒品 然后他也在意不碰武器 对 在意不碰武器 那他之前那毒销不找他吗 毒销现在 毒销最后死了 毒销被美国的基督警 和哥伦比亚的军队杀掉了 那毒销很恐怖 自己有战斗机 然后 差点当总统 不是 自己有战斗机 然后自己有那个 大庄园 对 大庄园 大庄园还有那个 那是加农炮 自己有加农炮 加农炮 地堆地导弹 地堆地导弹 大庄园里自己的跑道机 自己有四万人的军队 多少 四万人的军队 四万人 然后当时 当时就是 哥伦比亚签出一个引渡 就是说要把它引渡到美国 就因为这个引渡 签字的法官 他把整个哥伦比亚的法院 就攻陷了 把法官全杀了 然后把整个法院 关于他的所有资料 还有别人的案件的证据 全烧掉 全烧了 这么嚣张 就这么嚣张 特别可怕 太厉害了 那是不是把这个毒箱 打掉这么多 他为了杀总统候选人 他杀了好几个总统候选人 为了杀一余其中的一个 总统候选人 在天上炸毁了一辆 哥伦比亚航空的飞机 哇 就到这样 嚣张到这个程度 每年杀上千人 而且我们就是去哥伦比亚 还有一个最大的认知 就是国内进枪太明智了 是 哇 你只要在那儿 人人都有枪 我们就跟出租车司机聊天 就是神聊天 说你们这儿有枪吗 说我们这儿有枪 我说那枪合法吗 不合法 我说那就行了 我就过去了 然后你出租车司机就很兴奋 说你要买枪吗 你要买枪吗 然后就从后备箱 然后我就问他 后备箱里 没有 我说买枪有风险吗 他说你如果从我这儿买 也没有任何风险 我的朋友就在买枪 我说新枪就有枪 我还问他什么枪行 他说我们的枪都是巴西产的 反正肯定能杀人 对 肯定可以杀人 然后我说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我说多少钱一只 他说两百美金 我说我如果买了他的枪 我不拿走可不可以 我说也行 因为我没法买个枪拜神日 然后去一贫民窟 到了贫民窟 然后哥们都准备好了 买枪送毒品 买一送一 买枪送毒品 然后买枪的时候就要开始吸毒 我那意思 我说别别别 咱们先看货 先看看枪 我说这枪都能打响吧 他说都能 我说杀过人吧 他说每支枪都杀过人 你放心 然后那天还是哥伦比亚的总统大选日 下面总统的那个宣传车在底下 就是说投票给杜克 投票给杜克 就在那 还在宣传 上面卖枪 上面卖枪 下面就是车从这儿过 过的时候后面还跟着两个骑波特市警察 因为他们在平民区里面来回宣传说 因为最后一天投票了 就是希望再拉选票 然后我们就在上面看枪 然后老张其实就随口一问 说这枪能行吗 唐线都没了 对 唐线都没了 但擦得很干 哥们特别神 直接 我给你试试呗 砰砰 就打了一枪 就直接开枪 我们当时他一开枪 我们所有人都惊了 我赶紧掏两万美金给钱 我说这枪我回头再来取 今天才不难 还准备跟我们打招呼 还张罗呢 说毒品你们随便冲 我说快点 拉着我们就跑 因为在哥伦比亚也非法 警察真上来了 跟我们一窝端了 说不清楚了 我们到底是买枪的 还是买毒的 还是杀手 就说不清了 警察在 我跟你讲一个 您肯定不相信 警察巡逻靠战术动作 警察是一个拿长枪 一个拿短枪 因为贫民窟顶上 车辆是上不去的 这是个路口 拿短枪的警察 先靠在这 就这样 看一眼 没问题 给你拿长枪的过 拿长枪的过去 然后直接长枪的 伸到这路口里 开始掩护 然后给你拿短枪的 说你来 我们就算过一个路口 这是日常巡逻 跟着警察去巡逻 然后看到他们的巡逻姿势 就是这种战术动作 我们俩都惊了 说怎么这样 然后往前一走 真的是更惊 因为它里面 修了一个警察局 我说贫贫库里 有警察局 应该特别安全 就在那走 应该是很正常的 就一看警察局的 那个港楼 已经被打烂了 就是他们的楼 标宝 标宝 一面墙上 一百个以上的射击控 一百个以上的 这行罗一次下来 得多累 毒贩会杀警察 因为毒贩就是黑帮 他控制这个 贫民窟的这个山头 这山头人都得给我交保护费 然后我给你们提供安全 然后警察 我还要每 就是固定时间会杀警察 杀了警察 告诉老百姓 你们要听我 不要听这种子的 是 就这样 可怕的不得了 然后我们这次 正好赶上世界杯 然后那一天 跟警察巡逻 这让我说吧 世界杯变哥伦比亚 世界杯哥伦比亚 然后哥伦比亚 跟日本踢了一场 那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场比赛 然后就散出话 首先我们 长得这不亚洲人吗 把你们当成日本人 对 好多人都认为我们是日本人 我们恨不得 就贴着国旗在谁 然后哥伦比亚黑帮也放出话 如果哥伦比亚进不了小组赛 桑切斯回来就枪杀 就N多的黑帮 是真的会这样 我以为是网上说的段子 哥伦比亚干过好几回这事了 因为94年 乌龙球 对 乌龙球回来被杀了 提了个乌龙球回来被杀了 04年他们的国脚 中七枪 在卡丽被杀了 所以当时他们放出这话 我们还跟警察聊了 说有可能 警察说会的会的 真的 如果他后面踢不好 会的 然后那天我们就发了个 发了个微博 在中国踢足球 多幸福 踢成什么样 没生命危险 是啊 最多就被笑话一下 世界杯的时候 印象就特别深 一个是后来的克罗地亚 再也就是哥伦比亚 大家就都在想 这国家都成这样了 怎么足球还踢的 那真是拿生命去踢球 所以他们国家 有很浓的这种足球文化吗 整个南美洲 都是这样 你看看任何贫民窟里 都会有足球场 都会有足球场 其实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孩子们放到学之后 可以去踢球 去干点就是跟犯罪以外 杀人之外的生活 杀人之外真是这 然后呢 我们也接触了一个足球教练 接触一个足球教练 被威胁过无数次 但是他就是组织 贫民窟的孩子练足球 这也会被威胁吗 当然了 你把孩子们都弄踢足球去了 我黑社会 我怎么增援 都争得下一代了 对啊 那他会被威胁 还是会坚持 他的那个足球队里面 有三个孩子被杀了 但是他一直很坚持 他一直坚持 他说直到杀了我那天 对 反而我都会教孩子们去踢球 就是其实真的 我觉得在哪儿都是有好人的 就是你会觉得 突然觉得 然后人性的光辉 突然就闪现了 尤其是在那种环境 对 而且他们的那个生存环境 真的是挺恶劣的 就是我们去采访 那个贩毒家庭 其实就在足球场的对面 一开始 然后当时我们不知道 我们去的时候 还有四个警察保护我们 我们说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谁见我们都笑 那四个警察说 我们必须要在 我们怕警察在 孩子们害怕 然后所以想要警察 离得远一点 然后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 找到那个贩毒的 那个家庭的以后 我们发现警察在这有没有 就离足球场 直线距离15米 就是一个毒窝 对 就是个杀手窝 所以在那儿的孩子 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就各种被威胁 然后各种 就是会有人叫他们说 你来我这儿 我给你钱 给你毒品 给你吃的 给你喝的 然后你就要选择 说我是去踢球 还是去参加黑帮 我就说生活在中国真好 和平的国家 和平的国家 这个大家在中国生活 生活习惯了都不感觉 我还记得八十年代 刚改开放的时候 那有一段时间 我当过翻译 美国人到中国来 住在王虎井饭店 那个时候外国人来 都住在王虎井饭店 我去看他 跟他聊天 他就站在那个 那个玻璃前 他就往外看 就回头跟我说 Mr. John 我说现在都几点了 那怎么还有一些小姑娘 在马路上走 我说这才十点 我说十一点 十二点 都小姑娘在路上走 一点是没有 那个时候咱们都骑自行车 这怎么可以的 在美国 这绝不可以的 绝不可以 它就特别吃惊 你看看 八十年代的事情 就是 确实是 中国我们到现在 还是这样 所以说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 美国到现在也是这样 美国到现在也这样 我们俩当时在洛杉矶 我就想看看美国的晚上什么样 当时洛杉矶是当趟 晚上我们开车出去 妓女 毒贩 然后简直流浪汉 混乱不堪 就是白天和晚上完全是 感觉是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 纽约的地铁 超过十一点 坐纽约地铁 两个都是英雄 我是1984年到美国去 到洛杉矶以后 我跟我们团长住在一个屋里边 我团长的岁数大一点 我那时候年轻 他睡觉打呼噜 呼呼噜地打呼噜 我睡不着 睡不着 一会儿就来人敲门了 敲门我就习惯性的 我就去开门 一来一大黑人 两一口 给山一一般的压过来了 这管我要钱 我当时还是集中生智 我们团长还在呼呼地 在那里睡呢 管我要钱 我一等一等 我就去拨电话 那个人就吓跑了 吓跑了 我赶紧跟那个 梅味说 梅味说 这个天天有 他说给你们调个房间吧 就这样 就给我调个房间 我说怎么 这洛杉矶怎么会跟那 差别这么大呢 然后到了第二天 我去大街上逛 那个时候中国人穷了 中国人穷 你猜猜干什么 就出来进去都穿西服 那就叫穷 因为就那套西服 不像你们现在出去 都穿这衣服 表现得很穷 其实很富 那个时候很穷 但是穿西服 口袋都没钱 我就一个人出去溜达 因为我会英语 我就一个人 也不知道怎么神出鬼没 我就走到贫民窟里去了 就乱七八糟的 黑衣帮的 说什么 他那个所有窗 没有窗户 但是它是个楼 就贫民窟 没有窗户 可怕我吓坏了 我一个人 直身就在那里头 而且走不出来了 转了半天 我不敢跟任何一个人说话 就贫民窟黑人 还把他脏了 到处都垃圾 那这应该是洛杉矶了 就是洛杉矶那个city 枪 经常路过饭馆的时候 经常吃饭 发现那扫射枪 一缩子弹 所有人爬地 没有了 然后旁边路边开始议论 刚才把那个谁谁谁打死了 他怎么怎么 全这个 他就感觉就是像 刚下了一阵冰雹 这过去了 就很正常 就当地人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在敦比亚晚上七点以后 不敢出门 不是七点半 你说咱俩 我们七点半 就是 当时为什么出去 我也忘了 出去那路口 我说梁老师 你看那死一人 梁老师 刚七点多就死人 你看 然后他仔细一看 特别吓人 就躺在那 四仰趴叉 然后因为下小雨 警察就给围了一下 警察在旁边避雨 所以平常我们都跟大家讲 我说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大家说 你唱高调 你这个老师们 两位我们老朋友 跟我们讲了好几期了 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是不是 你通过建文 讲一讲 国内外的对比 对比研究 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我们过去都是翻书本 摆途上查一查 你们这个身临其境 九死一生 身如虎穴 而且还巨腐蚀永不沾 说是这回在哥伦比亚 还搞了个音乐会是吗 哥伦比亚 对 还有个音乐会 我们其实说叫音乐会 其实我们认为是一种 街头艺术 对 街头艺术 就是这不是哥伦比亚 开始走向和平进程了吗 然后有些当地人就把AK47 是件改装成的吉他 把枪管 沿着枪管 插了一根琴柄出来 然后把品位都建上 改成吉他 然后这是一个武器 可以变成乐器 然后我们做了个特斯拉 特斯拉线圈 就八价垫 然后初级线圈 四级线圈做好了之后 把它当成扬声器 那那种扬声器干嘛 就是开始可以直接当老 不用 弹了一首曲子 你自己做的 弹了一首 动手能力特别强 弹了一首曲子 荒乐速 然后那天其实来参加我们音乐会的人 都是冒着风险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音乐会政府批准是7点开始 太晚了 7点就很危险 那会儿都开始死人了 7点半开始死 还有半小时 还有半小时 然后呢 哥伦比亚当地警察来了 差不多有了 六七十年 就为了保护音乐会安全 然后我们就开始 一弹起来 高压电一出来 那个声音就是用高压电击穿空气 来当扬声器 然后所有底下的人就都开始 就都 就跟着唱 跟着唱 跟着激动 就是大家真的是那种对合 老百姓真的特别想和平 特别想安定 特别想和平 我们当时就是那是一把杀过300多人的AK47改成的吉他 然后当时我们特别想传达一个理念 就是当你拿起乐器的手 就不会再去拿起武器 就是真的是武器可以变成乐器 而且那种对和平的诉求是所有老百姓的诉求 就是可能有一些坏人 因为哪个国家他都会有一些坏人 但是真正的 踏踏实实过热的老百姓 他就想说 我就想吃饱了 穿暖了 是 对 所以他们当你 我们一表达这个理念 说我们希望德文比亚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是有一个和平的未来 所有人都在叠婚 就是真的是那种 你就觉得爱说到他们心里 那么和平的对方 Political Law 我们再说 我们下边闹想 就是 这种 我 争论 这是 我 再探